5月29日,港独分子陈浩天涉嫌于2019年在香港上水游行中参与暴动及袭警的案件,在香港坟领裁判法院进行审前复合。 陈浩天继续被控参与非法集结及袭击警务人员两项罪名,包括袭击一名警署警长。 法官听取了控方和辩方双方的意见,认为还需要时间寻找关于任人方面的专家证人。 批准案件在8月28日进行第二次审前复合,希望下一次能定出审期。 当天,陈浩天自行前往法庭参加审讯,但他在法庭上否认两项罪名。 控罪指出,2019年7月13日,陈浩天涉嫌在上水新运路和智昌路交界, 连同其他身份不明人士参与所谓光复上水的非法集结活动, 以及袭击4名警务人员长达20分钟,同时袭击警署警长陈国申。 控方早前向法官表示,控方将依靠网上影片作为证据, 指证被告陈浩天就是影片中触犯有关控罪的人。 控方除了传召被袭击的警长之外,也会传召一名政府化验师做专家证人, 从影片截图以及对比片中人物与被告陈浩天的特征做供词。 法官认为,此案还需要时间进行审前复合,决定将案件押后三个月。 陈浩天继续以1万港元保释,并需遵守每日凌晨零时至早上6时的宵禁令, 以及每周一次在沙田马鞍山警署报道。 据了解,现年30岁的陈浩天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, 曾是已被香港特区政府取缔的非法组织《香港民族党》的前召集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